你 再往里头不好掉头 你顺这个巷子走几步 里面就是永安派出所 小雄哥 这大雨天的来派出所 出什么事了 来吃饭 喂 知青 你到了吗 不好意思 今天你可能要等我一会儿 我是刚接了个礼礼道歉案 明瑞警官 就是他偷了我家祖传的木雕 手机都掉我家里了还不承认 王阿婆 您先坐下 好好说 一块烂木的 什么祖传不祖传的呀 明显想得我了 李广鹏 你不要挑衅啊 注意措辞 行了行了 我们会自己要他 哎呦 你这个没文化的东西 师兄 我已经快到门口了 这不是老子宗传下来的 那你等等 我来接你 好 进江文学城 母瓜黄原作 猫儿FM出品 欲苍虹独家制作 广播剧 危险人格 第一季 第一期 师兄 快进来 这边 真不是我要放你鸽子啊 今天有个男的偷了邻居老太太的木雕 仗着不值钱就是不肯说藏哪儿了 有言不尽的 丢了东西的老人家情绪又激动 看着人怪不老人的 我都说了 等咱出门的时候把那破坡子给扔了 你去垃圾桶里搬搬 没准还能搬呢 敢把手机换换 可以让我走吧 李广鹏 注意你的态度 这位苏警官 我已经够配合你的了 你这叫什么配合啊 不说清楚 你别想拿回你的手机 今天更是哪儿都别去 志兄 你看 就这个情况 你先坐着吧 我这边看 雨莲这下了两天 她出门协商却一点淤泥都没沾 如果我是她 我不会找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 金明瑞 她那个手机能给我看看吗 行啊 就这个 随便翻人手机 要不是那个 侵犯隐私啊 你一个私闯民宅 把手机落在别人家里呢 这会儿还知道隐私了 明瑞 你这个朋友哪个分局的 我老同学 雨清官她把东西藏哪儿了 不如把她儿子叫来 儿子 你们省我就省我 提我儿子干什么呀 你老实坐下 李广福 是吧 你的手机浏览器上 近一个月的网页搜索 都是少儿动画片 半年内的通讯记录 没几通电话 完全没有工作联系和生活的痕迹 相册也都是以前的旧照 新照片很少 我明白了 这部换下来的旧手机 是她儿子在用啊 不 不是啊 就是我在用 现在大家不都有两个手机吗 这个用的少 有时候给我儿子玩一会儿 巧了 相册里最新一张照片 就是今天的 拍得很模糊 黑白色的一抹什么东西换过去 看着 你那时候我不要先拍了 不是 你谁啊 你凭什么在这儿说这些这些 没根据的事啊 我告诉你 哎哎哎哎 别动手啊 我都让他们知道 是小康偷的东西 这件事又是传出去 别人会怎么看的 他都被后边的人找一个 放手 就是你 快放 总算 消失了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 李广福 你是自己主动把东西还给老人家 还是我们亲自去找你儿子问问 别别别 他 他年纪小 别让他来这儿 我出去想 是小孩子吗 哎 哎呦 你朋友没事吧 你怎么太好 不用管他 去洗手了 死结屁 不能让他们知道 是小康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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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上学的时候 他好像就总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像我读心术一样 哎 你洗完手了 嗯 齿轩你好 我是苏小兰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手机的使用痕迹 而且那个王阿婆 听到是小孩子也没计较 让李广福回去把木雕找出来 归还就是了 算是圆满解决 你看你来就来吧 还顺便帮我调节 真是我的好兄弟 本来不想管 你们效率太慢 我怕我再等下去 可以直接吃明天的早饭了 金明睿 你现在可以下班了吗 什么时候去吃饭 行行行 您等着 小的这就去把车开过来 你怎么不戴手套了 上车是淋湿了 唉 也好 老五这多难受啊 有消毒水吗 没有 酒精片也行 也没有 我一大老爷们 车里能有盒纸巾就不错了 拿着 银将就用着吧 谢谢 这兄弟人 你还是这么忙 伺候他跟伺候打劫似 这鱼怎么越下越大了 对了 你明天有空吗 我妈说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喊你来家里吃顿饭 没空 有工作 我擦完了 只给我吧 能有什么工作啊 戏也没拍几部 百度百科查不死人 真能不能明白 当初高考那么高的分数 什么学校上热了 非去电影学院干人 也没看出来 还有多热爱表演啊 是 因为我的第一个心灵医生 希望我能像个正常人 有正常人的行动哀乐 不抗拒和人接触 哪怕是扮演的也好 不过好像还是失败了 师兄 你是不是在心里编判我 哪有 我是那种人嘛 所以你明天到底要去干什么 去趟医院 怎么 生病了 去吃洁癖 洁癖还能吃 现在医学真发达呀 就是不知道 像你这种程度 还有得救吗 绿灯了 哪来的猫叫啊 叫这么惨 不会被碾了吧 是吗 别难过了 这家心理诊所很有明白 这次一定会有办法的 刚才谢先生看了我 今天的衣服很美 他听见我咳嗽 还让我注意身体 这样的人 怎么会有心理问题呢 您好 这位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吗 十点 胡医生 好的 我看一下啊 您稍等 哇 您看 他们诊所还在带回去养了猫 哦 好可爱啊 先生 看来我们诊所的猫 对您很有好感啊 他想蹭您呢 妈妈 能把这东西收走吗 啊 是有什么问题吗 不喜欢 暗示 哦 好吧 我查到了 是池青池先生 第一次来做咨询对吧 嗯 吴医生刚结束上一个咨询 您可以直接进去了 办公室就在走廊左侧 最后一间 好 乖啦 乖啦 大家都很喜欢你的 进 你好 这人刚才拿手盖着脸 是他睡觉 坐吧 下了两天雨你穿这么少 不冷吗 来 喝杯热茶 我不冷 也不渴 不需要热水 不冷就行 怕你回头感冒 来咨询呢 废话 脾气还挺大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啊 我看看啊 池青 该顾客性格较为冷淡 性格冷淡 不止这个吧 你应该有洁癖 从走进来到坐下 都显得很防备 诊所待客区有好几只猫 你身上却完全没沾到猫猫 除了洁癖以外 你应该也不太喜欢亲近宠物 你这洁癖到什么程度啊 很严重 很严重是指不让人碰 还是连靠近都不行 你可以试试 行 我试试 你干什么 激动 静一点啊 这位池先生 咨询不是这么做的 放轻松 你看你要是一直戴着手套 就是在咨询室里 坐上三个小时都没用 你 乱动我又不会吃了你 紧张什么 滚开 你这样下去 也必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来诊所治疗 首先态度得摆正 忍一忍 帮你脱 手套脱了 然后呢 嗯 你手很好看啊 什么 很白 你无名指第二个关节处有一颗淡褐色的痣 手指挺细的 指纹应该不超过五十六 有人说过你手指很长吗 没有 这个世界上 神经病毕竟是少数 生气了 如果你看我出来的话 我可以表现得再明显一点 别生气 我松手 进门快五分钟 脸上总算有了点表情 免洗消毒液 这人似乎不像个医生 承开的衬衫衣脸 不按常理出牌的手段 传闻中五医生的性格很温和 他完全豁不对吧 可他的态度又这么自然 你的确懂心理学 到底 你这症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十年前 十年前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吗 当然 不方便说也没事 不方便 行 不想说就不说 你介意我放点音乐吗 请便 心理学普遍认为啊 音乐可以起到缓解情绪的作用 音乐是另一种语言 能让人感受到心灵的平静 闭上眼试试 还是不太对劲 桌上这个相框里的照片是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下一次咨询时间是什么时候 都行 主要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二十五号 我只有二十五号有空 看来你平时工作很忙啊 你不是这里的医生 怎么发现呢 怎么发现呢 你是谁 你猜 不好意思啊 先生 我们 请问 请问 这位先生是 迟钦 跟吴医生约好了十点来做咨询的 迟先生 小周 怎么了 吴医生 我和谢先生的咨询还没有结束 你怎么就让下一位客人进来了 啊 对不起啊 我弄错了 我以为您和谢先生的咨询已经结束了 才让池先生进来的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再见 也不怪他 今天是我超时了 谢先生 我刚说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说你没事坐着看会儿书 怎么就 我是在看书啊 那边椅子坐着不舒服 就借你椅子坐了会儿 不信你问他 是 拿书盖了也算看书的话 你自己有病 还给别人看病 是你误会了呀 我没说我是医生 那你说这么多废话 你突然推门进来 吴医生不在我总得礼貌招待一下 我以为我们在进行友好交流 我今天出门是没看黄历吗 这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做好确认 真的对不起两位 没有 不是你的问题 这位师先生 抱歉 是我冒犯了 没说清楚 我跟吴医生也聊得差不多了 就不占有你的咨询时间了 吴医生 刚才听你声音有点哑 来 吃个薄荷糖 注意嗓子啊 那麻烦这位姐姐送我出去 好的 您这边请 等等 我也送送你 还有几句话跟你说 不好意思了 池先生 您坐着稍等我一下 我去准备准备 我们咨询马上开始 你见到医生了吗 医生怎么说 我昨天回去之后 又深思熟虑了一番 我觉得你这个洁癖吧 难治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吗 高一整整一年 我就没见过你手长啥样 当时咱们班都以为 你可能有什么隐疾 比如缺了一根手指头之类的 你他妈才有隐疾 我碰到个神经病了 你他妈才有隐疾 我碰到个神经病了 连问题都没能确认 实在过意不去 你看 需要我为你再介绍 其他更有经验的医生吗 不用 吴医生不必妄自菲薄 我觉得每周来跟你聊聊 还挺舒服的 对我有一定的帮助 惭愧 我当然还是尊重你的想法 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那下一次咨询 我们可以约二十五号吗 这个月二十五号吗 抱歉啊 可能要换一天 二十五号正好是我女儿的生日 我已经递了调休申请 打算好好陪她一天 是了 你桌上那个相框里的小女孩 很可爱 那张照片是她去年生日的时候拍的吧 上面还有日期 我还以为我放得很隐蔽 原来你看到了 是挺隐蔽的 我也是猜想起来 妮妮 不要跑啊 可不能跑到外面去 外面很危险 娘娘 你这是怎么了 给 谢谢啊 好乖啊 别怕 别怕 没事吧 又没被抓到 谢先生 对不起啊 他刚才都很乖的 不知道我突然怎么了 没关系 我一直不怎么讨小动物喜欢 习惯了 习惯了 再见 精神科看的截篇 不回就是话说完了 他有病 现在已经走了 还要说什么 那行 你没事就行 我出警去了啊 回头再聊 又是哪家闹离婚 你对我的工作可能有什么误解 这回不是小打小闹了持青同志 这次是血案 血流成河那种 一文日杀了七个 七个人 七只猫 久等了 持先生 不好意思 我等您打回电话 没事 我这就挂了 持先生 今天是我们工作失误了 真的很抱歉 谢先生那个人 就喜欢开玩笑 没有恶意的 您别介意 那个谢林可真让人投不他 我从严谨十年 就没遇到过他这种情况 明明看着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是非得没处来一趟 抱歉 我需要去洗个手 你 奇怪 那时候 你手挺好看啊 有人说过你手指很长吗 他明明碰了我的手 为什么我会读不到他的心声 我还真是很大 不行不行 好吧 OD 也真是很酷 明碐 这边 肯定是个片子 怎么样 我的南南啊 这不是昨天丢了木雕的王棚吗 那边好多人ền 音仇官 你 一定要为我家南南挫raszam 还有其他这些孩子 昨年呀 杀千道的玩意儿 畜生 畜生不如的东西 婆婆 王婆婆 你别激动啊 注意身体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姜宇 这里太乱了 先带婆婆去边上休息 好 婆婆 先到那边歇一会儿吧 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就好 您注意脚架 刚下过雨 地上滑了 有她家的梦 对 王婆婆女儿去世前养的 陪了她很多年 婆婆还给猫改了名字 有女儿的小名称呼她 叫南南 就是耳朵后面 有块黑斑的这只 我见过 上次去婆婆家查木雕案 这只猫就趴在阳台上偷瞄我们 还有什么发现吗 七只猫的尸体都在这儿了 今天一大早 有人在棺木丛里发现了一个 肾血的黑色塑料袋 打开全是猫的尸体 这些猫 肚子全都被抛开了 可不 作案人手段很残忍 每一只都被开膛破肚 内脏器官被用力扯出来 全部混杂在一起 我都不忍心让婆婆看 她还抹眼泪呢 这是现场记录 嗯 有点奇怪啊 小区里发生虐杀小动物的事 不是第一次 但一般作案人 都会选择投毒和虐打 像这样把猫活生生偷开她 实在少见 我跟江玉也想到了 但目前没有关于作案人的更多线索 刚兵哥说等会儿她过来看看 估计快到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怎么回事 兵哥 跟兵哥一起来的是谁啊 你好 我是谢灵 这个歌手 与你 我 走 和 閉上眼裡 聽世界最喧囂 最寂寥 那一刻 如果 下一秒均落 暴雨黑暗的患者 孤懸暗長高空聲 縮負高上遠層會往往 如果 我的枷鎖 伸手成血胸口 卻無法對止尊容 放輕力靠近觸摸情緒服 而你卻剩大雨磅沱 雨天讓冰霜山淋漠 或許 我們早已交錯 命運的 消落 等 你手心的溫熱 貼近不動聲色 閉上眼裡 聽世界最赤裸 最真實那一刻 如果 下一秒均落 暴雨黑暗的寬者 孤懸暗長高空聲 縮負高上遠層會往往 如果 我的枷鎖 伸手成血胸口 卻無法對止尊容 放輕力靠近觸摸情緒服 翻越過 再去著斷落 以途徑 自由暗的交測 我渡過 最漸泊深刻 才看清 整世界的銀色 跳動著 是你的脈搏 告訴我 會有人讀懂我所有 折磨 如果 下一秒均落 暴雨黑暗的湧城 孤懸暗長高空聲 縮負看深淵 怎會還我 如果 我的枷鎖 是不疲憊東西的 固執於世間深刻 究竟你永遠四生何止於我 明瑞 小蘇 小江 現在什麼情況 死了七隻貓 虐殺手法完全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人所為 下過一場雨 很多痕跡都被雨水沖走了 而且 這邊的監控壞了已經有一個月 小區其他地方的監控正在調 全是些沒有用的信息 你不是說你們在現場勘查了這麼長時間 什麼都被查到 抱歉 你怎麼看 我 不是你 臭小子 來看看 幹嘛那麼嚴肅 嚇著人家小姑娘了 從嫌疑看 嫌疑人是一名成年男性 但他身體素質可能並不是很好 力氣很小 你從哪裡看出來的 塑膠袋 塑膠袋底部有嚴重磨損的痕跡 說明曾在地上脫行過一段時間 能給我一雙橡膠手套嗎 我查看一下屍體 給 這雙是新的 謝謝 傷口前面並不平整 有被來回拉扯的痕跡 這應該是一把小型的鋸齒刀 貓死前受了不少苦 我再看一下其他幾隻啊 小蘭 嗯 這人是誰啊 法醫科的 不知道 沒見過 你倆到底是不是幹這行的 你認識啊 她是我偶像 進江文學城 木瓜黃原作 貓爾FM出品 裕蒼虹獨家製作 廣播劇 危險人格 第一季 第二季 她是我偶像 除了伍之斌 我還沒見過江羽這麼福氣過誰呢 之前我跟你說 她這個偶像 真的非常不一般啊 刑警總隊前顧問 參與過 華南市719滅門案 902連環殺人案 310投毒案 都是十年前想當當的大案子 裕胎 她多大年紀 比你大不了兩歲 你怎麼知道 強調了十年前 又特意說年紀 不是太小就是太老 你也沒什麼尊重的樣子 倒是看著有點酸 所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你不是在洗刀切麵包嗎 還抽空觀察我了 不過是啦 二十五 她才二十五歲 據說她是當年刑警總隊 隊長的弟弟 第一次協助參與案件的時候 她還在上高一 真的有人十五歲就能破案嗎 除了名偵探柯南動畫片 我現在還是難以置信 所以呢 太離譜了 真是太離譜了 好 吃青 你說我十五歲的時候在幹什麼 在買增高鞋墊 求著我給你抄作業 追格B班女生 沒追上 哭了整整半個小時 還想往我衣服上抹眼淚 所以好不容易哭完又被我揍哭了 还要我继续帮你回忆吗 不用了 谢谢姐 你是什么夜市动物啊 黑灯瞎火的切面包 也不怕切着手 你看 果然切着手了吧 你今天是活腻了吗 我错了 都流血了 你药箱在哪儿 不用了 舔掉就好 也还真是吸血鬼转世啊 这是锯齿刀 你新买的 嗯 怎么了 我看看 沙猫案的作案工具就是锯齿刀 它应该是从脖子这儿 一刀下去 割开猫的喉管 让一下 我要把牛奶放进微波炉里 你说我猜的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没错 知青 你怎么想 我想我或许应该换一个头脑智力 发育更健全的朋友 说起来 说起来 你这个小区离案发的海茂小区很近 很多大型配套设施都是共享的 你这刀是什么时候买的 在哪儿买的 标签都还在 没买多久啊 大概上周路边便名杂后 哎 兄弟 有的时候 我是真佩服你这过人的记忆力 太好用了 自己看看你撕下来的标签 哦 便名杂货 快 结账 哦 售票 下图 加上基础票 正好五十 小朋友 第三题选错了 啊 用这个公式算 会简单很多 嗯 真的 能不能告诉哥哥 最近有谁来买过这双巨石刀吗 有啊 一个很漂亮的戴手套的哥哥 漂亮的 戴手套的哥哥 是不是大概比我矮半个头 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皮肤很白 戴黑色手套 嗯 不太爱说话 也不太喜欢别人碰的 嗯 好像似的吧 头发有些长 大概到这儿 遮着眼睛 浑身上下哪儿都白 唯独嘴唇跟擦了口红一样 哦 对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那个哥哥有点凶 我想帮他把东西装好 他都不让我动 他是脾气不太好 诶 你再找他 你们认识吗 算认识吧 我摸过他的手 嗯 人事送给你 继续写作业吧 小朋友 好好学习 哦 您好 永安派出所 不行 哦 文伯伯 哎 是 我是苏小兰 完全不行 目前的话 我们还没有进出消息 遍民杂货的锯齿刀购买名单 也没找出可疑的人 现在想想 这个方向也不太靠谱啊 万一是网购的呢 哎 江云 你划了照片干嘛 看你划了半天了 我在看刀痕 都看几天了还没看够 看出什么来了 没有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 那天我偶像把每一句貌诗都 仔仔细细看过去 手指还在跟着刀痕滑了 他好像很在意这些刀痕 是看出什么来了 啊 我不知道天才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毕竟我十五岁 还在为追捕到隔壁般的女生而痛哭流涕 这个沙猫案 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一接到王婆婆的电话 就觉得心虚 冰哥之前说晚点要过来 问问这个案子的进展 那谢灵会来吗 不知道 你不是说他现在已经不是警局的顾问了吧 不一定吧 也是 那咱们抓紧在冰哥来之前 多成了一点线索吧 不然我怕他一拐杖敲咱们头上 对哦 好 那我再去一下海茂小区 走访一下居民 晚上准备好泡面吧 又是不能下班的一天 痴青 我最近好忙啊 忙就别给我发消息了 你听听自己说的这话 还是人嘛 沙猫那个案子 一点进展都没有 头都要秃了 你再这么好下去 案子破不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被你烦死的速度 肯定比你破案的速度快 好吧 那你今天干什么呢 复诊 你为了治洁癖 真是太努力了 希望你今天别再遇见 神经病 宋小姐您好 请先去待客区稍等 我去通知徐医生 我去通知徐医生 你真是个乌鸦族 什么意思 又见面了 施先生 吴医生那边大概还有一会儿 坐 为什么这个神经病也在 你真是个乌鸦族 你何必坐这么远啊 没想到你也约了今天啊 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分的 我们对缘分的理解可能有误差 你对我好像很有意见 你可以再自信一点 嗯 把好像去了 施先生你真有意思 我今天出门又没看皇帝 别过来 别靠近我 你就算过来了 我一会儿把你扔回去 你不喜欢猫啊 我不喜欢猫 更不喜欢和不太熟的人废话 喝水 你是听不懂 不好意思啊 我没拿碗水杯 弄使你手套了吧 我给你擦一擦 你在那儿 不要动 手上有伤啊 切东西的时候伤到的吗 什么不小心啊 你看够了吗 嗯 我说没有 就能让我多看会儿吗 吴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你病得确实挺严重的 嗯 迟先生 您可以进去了 知道了 下次拿刀的时候小心些 你手那么好看别再划伤了 好 看来 需要换一下心理诊所了 要不全时间处换一家诊所吗 上一个让我偏近的还是谢明 这么多年咨询前来 谢明的心理学都快比我专业了 可还是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 谢明都病成这样了 很难看出来的 又见面了 在等车 去哪儿啊 送你一程 看到街对面那个主着拐的老大爷了吗 怎么 你没事干的话 可以开车送他一程 你真当我闲啊 我没那工夫送别人回家 我跟你不熟 你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没有被我泼了一手的水 让我过意不去啊 就当是赔礼道歉 我送你回去 如果你真的非常在意这件事的话 我叫的车还有三分钟到达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去边商便利店买瓶水 我不介意泼回去 我觉得这样不够诚意 不如你泼完 还是让我送你回家 车里就有矿泉水 你行 他副驾驶座商 是巨尺刀 我们应该不顺路 我住海茂附近 你说顺路吗 巨尺刀 住海茂附近 你好 是你叫的车吗 是 三分钟过得也太快了吧 那下次见 希望别再见了 你好 有什么 是你啊 快让航 信林 你小子怎么来了 多温暖啊 猜你肯定没吃饭 刚才经过就随便买了点 嗨 偶尔一顿不吃 又没什么关系 你那是偶尔嘛 等你胃病发作的时候 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 一天天的脾气还这么大 我刚隔着门都能听见你训人 你这么凶干什么 那些人就不能温柔点 我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 受不得刺激 我倒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我手下留情 别成天刺激我 对不起 斌哥 还没进人 可不 好 介意我再看看照片吗 不介意 你好像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 有一个 让我有点在意的人 嫌疑人 还不确定 其实他身上有几处不服的地方 但确实很可疑 这几天一点进展都没有 实在是因为 下过雨 掩盖了很多证据 未必 雨可能是一个重要线索 重要线索 为什么偏偏是雨天 从现场照片分析 发现猫尸的地方不是第一现场 一个力气明明不大的人 特意把尸体运出来 说明第一案发现场 一定存在 导致他转移尸体的某种特征 那他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能再把尸体藏匿在那里了 抛尸现场找不到更多的线索 但是第一案发现场 一定找得到 那第一案发现场在哪儿 冰哥 你打我干嘛 光听别人说 自己能不能多动脑子 分析一下 家猫比较温顺 捕捉起来不费什么力气 目前只有一只猫有主人 其他被害的都是流浪猫 现在是冬天 在什么地方 能毫不费力地捕捉到 这么多只流浪猫 雨好像越下越大了 兄弟 我怀疑我是个弱智 不用怀疑 你是 太过分了吧 我可是缓了好久 才打起精神给你发信息啊 除了抛尸现场以外 你们看查过第一现场吗 凶手犯案的地点 可能是冬天流浪猫聚集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特征 是出入口狭窄 或者说不利于逃窜 好 我好像已经找到了 海猫小军附近有个废弃工厂 施先生 又见面了 一天之内跟你碰见这么多次 还说这不是缘分 是挺有缘分的 你是来找这把带着血迹的锯齿刀的吧 你呢 你来干什么 买过刀 买过刀 不喜欢猫 直腹有刀痕 这些都只能算可疑 但这个时候出现在第一案发现场 可以算体重 嫌犯在凶案现场被抓现行像灭口是常有的事 虽然不至于为了几具猫的尸体这么大同干戈 但毕竟他有病 不能以尝试看待你 你要是乖一点 我下手的时候尽量轻一些 免得你皮肤这么白 但到时候身上全是月儿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既然没谈拢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喽 身手不错 也挺聪明 还知道用伞 小心点 就打不到我伤到了自己 小废话 说了小心点 我咋放下 丧手 其实你很不擅长进去那打架吧 因为结片 放开 别压着我 那可不行 干什么 怕你不老实 你绑起来 帮你帮我手上 你就跑不了了 起来 去哪儿 去哪儿你心里没数吗 再往前开 五公里就是远郊 三公里内有座山 这两个地方最容易下手 他也可能会把我带回家 很多凶手最初犯案 都会选择在自己的心理安全区内 你在想什么 下雨天 下雨天道路还容易拥挤 如果能利用到黄绿灯市堵车的时间 不是没有逃脱的可能 很快就到了啊 别再想花招 没用 是上回去警局堵了很长时间的一条路 好机会 我 你干什么你疯了 放我下车 我再说一遍 放我下车 可不行啊 还没到下车的地方 不过是该加快点速度了 你快快开车 找什么 速度已经进去了 好 到了 下车 你是要带我来这里 是 永安派出所 不满意 很好 所以 你们都是去找第一案发现场啊 然后碰到了 你还不算太笨 这也太巧了吧 那就照流程做个披露 你们看着办 我先去联系人封锁第一现场 把证物拒回来 好的 冰高 谢霖 你用毛巾擦一下吧 谢谢 有位拆风子吃筋吗 也给她一份 有的 给 这领带我怎么系这么紧 知道你洁癖 你要不想结也行 我不介意就这样一直跟你绑一块 你能不能快点 那你来 拿把剪刀来 也行吧 给 谢谢 不过 这领带看起来很贵啊 来来来来来 痴青你去哪儿 要做笔录 我在这儿坐 不至于哥 你这也离得太远了 开不开市 行吧 那痴青你先来 今晚为什么这个点出门 因为天气不错 你觉得今晚的暴雨算天气不错 你有意见 打住打住 做笔录就做笔录 不要吵架 你俩谁先动的手 他 我吧 有话可以好好说嘛 虽然在现场碰到 也是可以心平气和坐下来 慢慢谈的 是我的问题 他去买过刀 又正好出现在现场 看起来有嫌疑 我怕他跑了 你拿着刀 以为自己看起来很正常 你俩其实都挺不正常的 就别在这儿半斤对八两个了 你手指上还下好有道伤口 这位谢先生提到了你指负高度相似的伤口 他那天晚上是拿把锯齿刀切面包来着 刀还是新的 标签都没死 我可以当人证 原来如此 下次切面包的时候小心点 关你什么事 除了现场拿着的那把刀以外 他身上应该还有一把刀 我白天在他车上看见了 装在塑料袋里 好的 现在池同志提出了新的疑点 请问谢先生 你那把刀又是怎么回事 查到点线索 就去店里问问 顺便买的 便明砸货 你也是在那家店买的吧 好家伙 这重合力 真不怪你们俩今天晚上能互扯头花 和对方扯进来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冰哥 一路坐好了吗 差不多了 谢霖 来小时候办公室 然后这位 池青是吧 是 冰哥 怎么了 没什么 池先生 今天真是抱歉了 一会儿我请你吃个饭吧 没空 一会儿见 I've been a traveler My destination is unknown I've been a traveler I've been a foreigner With no place to call my own I've been a foreigner There's a greater city We have not seen We're all waiting In the in between We're all seeking our homela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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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all seeking our homela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set your seal upon us Your spirit lives inside us as a guarantee Your presence is the promise Until we meet the fullness of eternity We are all seeking a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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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琳 坐吧 封锁现场的人已经过去了 一会儿就能收到现场照片 我看你是真的很在意这起案子 否则不会特意去找嫌疑人 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吗 那天在现场你到底看出什么了 他可能想杀人 你说什么 这些猫尸的照片 我把它们排放在一起 你总要往左看 有什么问题 这些猫的死亡时间离得太近了 没办法判别 但是今天在第一现场发现了另一具猫尸 我去的时候那只猫的尸体还没变僵硬 是那具猫尸让我确认了顺序 顺序 巨尸刀相比其他刀具 在切割的时候有更明显的拉扯感 能让人很清晰地感受到皮肉受力割开时的感觉 你用刀划过肉吗 那种阻力感和前进感 有时候会让人上瘾 所以呢 锋利的刀一般情况都用于快杀 有仇恨地才会慢慢享受刺痛的感觉 第一具猫尸身上的刀痕很粗糙 从喉管一路气到复古 中间谁在断了几次 可是你看最后一具猫尸 相守甚至开始追求刀口的凭准 下刀的思路也越来越慢 它很冷静 甚至它狠狠能在练手 你这些只是猜测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每一只猫胸口偏上的位置 都有一处特别的刀伤 是被人直接用刀刺传的 猫的心脏一般在第五肋骨到第八肋骨之间 只有人的心脏才在第二到第五肋骨的位置 这 当然 这些也可能仅仅只是巧合 我只能说我的直觉告诉我 凶手或许有另外的目标 不 你说的有道理 剑江文学城 木瓜黄原作 猫尔FM出品 玉仓虹独家制作 广播剧 危险人格 第一季 第三期 大家注意 第一现场的取证照片已经传回来了 你们把手头的事情都放下 明天一早去海猫继续调查 以这个案子为第一优先 必须尽快破案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 和兵哥 我去和出现场的同事聊一聊 有消息随时联系 好 兵哥慢走 兵哥的表情好严肃啊 加班到这个点 你们也够辛苦的 我在酒店订了餐让他们送来 大家一起吃顿宵夜吧 这怎么好意思 我走了 持相 留先一起吃呗 持先生 留下吧 我主要是想请你吃饭 赔礼道歉 闪个脸 听着他还算是人话 之前我下手中了些 好像缠得你手腕都红了 离我远点 这怎么还亲自动手拍我呢 又要去洗手了啊 对了 碰到他的手 还是听不到声音 你好 谢先生的外卖到了 我的 谢谢 说起来 第一次见面 还有今天打架的时候 他真好香啊 碰到这个神经病的时候 好几次 都没有堵出他的心上 为了这个案子 每天加班吃烤鸣 感觉我都吃肿啊 还是恰好当时他什么都没想 兵哥今天都下军令状了 但之前能排查到我都还 但是人不可能没有心上 就那个便秘杂货 给你 柠檬茶 热的 小小 两位当事人都在 觉得你有点感冒 别说你俩抓得有 两个体温了吗 我也想把你们抓来交差 如果不是事先认识的话 不用你费心 他俩的种种行为 谢谢 所以坐视嫌疑人的身份了 刚才接你们查的时候 也碰到了 更像嫌疑人 还是没有 非常赞成 奇怪 再试一下好了 没有 还是没有 真没有 还有什么我们忽略的线索吗 我竟然真的读不出谢灵的心上 我最近明天晚上 你在 睁眼闭着都是那些猫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才能陈渊泽去 不知道凶手 何日才能复乏 你碰到我的手了 不小心碰到了 不过这刀买的人也真是什么 货架上剩下那两把刀 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卖什么 你高兴就好 你们俩嘀嘀咕嘟聊什么呢 给分析一下呗 你说货架上还剩几把刀 两把 两把 有问题吗 你去买刀的时候 货架上还剩几把刀 五把 我买走一把 还剩下四把 然后我买了一把 销售记录上也只有我跟他两个 那么刀应该还剩下三把才对 那不就是 还不到十一点 江雨 电门杂货还没关门 我们走 小朋友 您好 有啥叔叔你们又来了 今天没人买过刀 不是 你仔细想想 下雨那天还有谁来过 对 你认识的也算 他不一定是来买东西的 你仔细想想 能想起来吗 李叔叔 李叔叔 他是小康的爸爸 你们看 这个是我们之间出去玩的合照 他就是李叔叔 这是 李广福 我为什么也要在这儿等 我为什么也要在这儿等 我好像也不算警务人员吧 那不是你们也掌握了重要讯息 就协助调查到底呗 说不准 今晚就能破案了 明睿和江雨已经过去 请李广福过来协助调查了 这是目前收集到的所有资料 你们先看看 行吧 不怕让女士为难 我去给你们泡茶 来 就一份 要一起看吗 你摊开放桌上就行 给你 给我什么 手啊 手给你 看你刚才戳那两下 好像没戳够 是啊 得掰蛇了才够 开玩笑的 我逗你了 看看资料 你坐那么远看得清吗 你坐那么远看得清吗 我势力好 锯齿刀其实很适合用来碎尸啊 确实 如果想抛尸 洗刷犯罪痕迹的话 比起扔在草坪里 碎尸确实是一个更好的手段 就是费点力气 而且容易脏手 如果是你 会选择把他们抛在什么地方 附近的生肉市场 在生肉市场 动物尸体引起注意的概率低很多 所以凶手选择抛在草坪里 其实就是存着一种 想被人发现的想法 他想杀人但不敢 总得在其他地方找点满足感 比如群众的恐慌 周围人的议论 这有啊 你好像不太擅长分析 犯人的心理活动 你倒是挺擅长的 等等 犯回上一页 莫氏的照片 看出什么了 莫儿 怎么 有发现吗 这是王婆婆家那只 唯一的一只加盟 她耳朵上有块黑斑 对 怎么了 因为木雕失窃 李广福被交到派出所那天 我在她的相册里 看到一张很模糊的照片 像是一片黑白色的什么东西 飞快地从镜头前面闪过 那张照片不像常规拍摄 倒像是不小心按错间误拍的 现在想想 好像还有点 毛茸茸的 那或许是她儿子 去王婆婆家里的时候 不小心拍到的 巧合太多就不是巧合了 再看这个 第一现场勘察到的鞋印 四二码的鞋 和抛尸现场的鞋码一致 原来如此 什么意思啊 这个鞋印怎么了 这 这 警官 警官 到底什么事啊 是 是 我那天晚上确实去过 我 我下雨天去杂货店 买把螺丝刀也犯法啊 你们回来了 刘广福先生 具体的我们进询问室堂吧 快一点吧 我爱人今天晚班 留孩子们在家 我挺不放心的 江云 你来记录吧 好 等等 刚才我们有了点新发现 让我一起可以吗 可以啊 毕竟不算正式的审讯 就是简单的问话 照片我就拿走了 想办法试探一下他儿子 刚才你们发现什么了 李广福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他是再婚家庭 前妻三年前生病去世 第二年又再娶了一位 跟前妻有个大儿子 小儿子 是现在的妻子生的 今年刚出生 还没满一岁 大儿子呢 都出二了吧 十四岁左右 后世现场被雨水冲刷过 所以没有办法辨认 但这个意外留在第一现场的鞋印 后跟落脚部位 有重跟的现象 凶手穿的明显不是自己的鞋 他身体素质不好的结论也就有了依据 因为他很可能 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李先生 你说你家电器坏了 你是一个人出来买的螺丝刀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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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人 你应该知道 只要一通电话打去便明问清楚 很快就能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需要我再问最后一遍吗 还有我儿子 我和我儿子一起去的 我 我不知道你们在查什么 但 但 但是跟我儿子一定没关系 这张照片 是王阿婆家死去的猫 亏我朋友细心 猫耳上的黑斑 和你那个旧手机上模糊的照片 刚好对得上 你儿子很可能不是去投木雕 抓猫才是真的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手机会掉在地上 为什么会抓拍到那样一张照片 王婆婆回来的时候 她根本来不及捡手机 只好自作聪明的随手抓了一样东西 不 不可能 不会的 小康 我儿子不会干这种事的 李先生你冷静一点 我 我 我来等我 好了我坐下 小康和明明还在家里等我 我 我来走 别跑 别跑 放开我 放开 怎么回事 你放我回去 这事不管是跟我还是跟小康都没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想查什么 这 但你们一为证据二没权利 全身把我抠在这儿 放开 警官 我得赶紧回去 不知道小康是不是还在收我的钱 我不该骂他 他一直接受不了我再会 他去了回庄 如果没有弟弟就好了 没事别让我 你猜 警察打人了 我要投诉你们 先跟我回去问事 要投诉也可以 我还是得找你儿子 问问清楚 师兄 师兄 让我回去 我 我要回去 你 老实点 没事吧 没事 保险 一时间没想那么多 你要想去洗手就去洗 要是嫌我刚才不打声招呼 我就碰你的 谢谢 谢谢 什么 我说 谢谢 不客气 其实我听见了 就是想听你再说一遍 没想到你这个人偶尔还是讲点道理的 有些人就不能抵杆子 就知道顺根往上爬 你们两个没事吧 当然没有 我刚才打电话 给李广福的儿子试探了一下 他怎么说 我说我是物业 前段时间小区里发生的事情 给住户造成了一定影响 让他别害怕 如果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但他的反应很冷静 他说他没什么线索 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吗 有一点挺奇怪的 他好像很着急挂电话 我听到电话里有婴儿的哭声 他说是因为楼上太吵 所以弟弟哭了 婴儿的哭声 对 有什么问题吗 把他家地址报给我 就在海茂小区十二栋 五 五零六吧 是怎么回 唉 你信林吃惊了 你刚去哪儿啊 凶手在找代替品练手的时候 比起这个代替品的义德性 特殊性才是要考虑的重点 某 和他真正想实施犯罪的对象之间 一定会有某种关联 这就和很多连环杀人案里的 受害人身上 都有共性一样 没错 809连环杀人案里 死者的共性是长得漂亮 事后也证明 凶手的确是因为某个对象 而对漂亮女人怀疑某种情节 看来我们想法一致 你是不是也觉得 猫的形体大小 甚至叫声 都很接近人类的婴儿 是 虽然很紧急 但目前还是猜测 在不确定情况之前 不能硬刷李广福家 会帮物业吗 你就说 你好 我是物业 刚才给你打过电话就行 你说一句试试 你好 我是物业 有问题 算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爹 这会儿交给我 等会儿你往旁边站 别让他注意到你就行 天父 天父 我向你承认一切的罪 不管是过去的 现在的 就行无行的 明显的 隐藏的 我都一一向你承认 求你恩待我 将我的罪行 罪行 起一钉在十字架上 取死吧 谁 乌燕 李康是吧 接到投诉你觉得楼上丑 我没有投诉过 是吗 我都已经和楼上住户沟通过了 他们说可能是隔音的问题 以后会注意 你弟弟怎么还在哭啊 他可能饿了 我正要去喂他吃东西 你左手一直藏在后面 是拿了什么 不关你的事 干嘛跟他废话 都能看起来 你 你们做什么 别动 放开我 脖子上还带个十字架 你还信叫呢 放开我 放开我 刀手有血 他已经下手了 还没来得及 就爬泡了一点地 起来吧你 书星 我来时那句话说得不够确切 你不像他爹 你就要上门讨债了 你们到底是谁 各自找 老实点 你到了警局就放开你 有警官 我儿子 这是在你家发现的锯齿刀 与之前遗落在第一犯罪现场的锯齿刀一样是一致 对此 你有什么要说的 刀是我偷的 之前那把也是 我和小梁是朋友 他家开杂货店 我经常过去找他玩 我知道杂货店里没有装监控 我偷了刀 他也不会注意 除了我留下购买记录 你们很容易找到我 你为什么选择猫 因为猫和弟弟一样小呀 你 你个小畅畅 小康 小康 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你是在跟爸爸赌气对吗 我爸和那个女人 在我妈死之前就偷偷在一起了 我妈一去世 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 所以我从那个野种出生的那天起 我就起了 上当了 刚才那刀 我不应该动她的胳膊 我应该 划开她的喉管 这么高 好 你 丑 丑 丑上 你这个没人写的东西 我都冰冰还不到一岁 要是警察被及时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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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警察 我看 我看到我的 他 这个我们不能回答你 审讯结束以后 我们会整理案件警察 还有印象书 移送给专门处理未成天犯罪的部分 他没有犯罪 这是意外 他不会的 别装死 他不会的 你要不要了解 那个小康 这是你儿子 要不要就不是你儿子 别说了 都是我儿子 你要我怎么干 怎么办 小鸡 这礼先交给我 谢霖和你那个朋友还在外面 你去把比喻 好 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的冰冠 季警官 天都快亮了 这一晚上呢 谁也没睡 真是辛苦了 你们补个笔录 赶紧回去休息吧 志强 这 都睡着了 让他睡会儿吧 我来坐 行 反正你们是一起行动的 你们是怎么听出电话有问题的 直觉吧 与其说是直觉 怎么感觉更像是某种危险的天赋 我 那门是谁揣的 他 本来让他跟我一起搬物业 但他办得实在不像 是的 他演技确实不行 不然也不会 但其实他这个人 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虽然演不了正常人 但是演反派的时候 真是活灵活险 你以为我没听见前面那句吗 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他其实是表演学院毕业的 满打满算学过四年表演课程 确实很难让人相信 能走了吗 签个字 你俩就能回去了 好 诗星你干嘛 抽这张纸 把笔包住 我就拿了一下 你不用嫌弃成这样吧 鞋皮都像你这样吗 是我比较严重 所以任何时候 离我远点 走嘛 我开车送你 你能认真听人说话吗 你这什么表情 刚才又不是没做过 刚才没的是 你这个点可能打不到车 送你回去而已 你这困得眼睛都红了 你这么喜欢送人回家 不如改行当司机 兵哥 谢霖 要走了 走了 赶着当司机 赶先进 旋流轮下多少漩涡 我 云回谋杀尽次自我 甘愿成灵活 从这无尽夜色 我们逃脱 等 那倒数的始终 隐人不堪重横 闭上眼灵 听世界最喧嚣 最寂寥 那一刻 如果下一秒坠落 暴雨黑暗的换车 骨血浪漫长高空声 索浮河上远 曾会往往 如果我的枷锁 伸手成血胸口 却无法对止尊容 放弃你靠近触摸 情绪浮沫 而你却剩大雨滂沱 雨天让冰山沙淋漠 或许我们早已叫错 命运的消落 等 你手心的温热 贴尽不动声色 闭上眼灵 听世界最赤裸 最真实那一刻 如果下一秒坠落 暴雨黑暗的换车 骨血浪漫长高空声 索浮河上远色 会往往 如果我的枷锁 伸手成血胸口 却无法对止尊容 放弃你靠近触摸 情绪浮沫 翻越过 再去这段落 一途径 最幼岸的交叉 我渡过 最简薄深刻 再看清 这世界的影子 跳动着 是你的脉搏 告诉我 会有人 读懂我所有 沉默 读懂我所有的沉默 如果下一秒之后 暴雨黑暗的用程 骨血浑漫长高空声 所覆盖深渊 怎会还我 如果我的脚本 是不疲惫东西的 固执与世界深刻 就请你用来死身 何止于我 小剑 把那个笔录给我看一下 哦 就这个 他们俩还挺有默契 齿轻 齿轻 对啊 插齿的齿 干轻的轻 怎么了 兵哥 没什么 里面差不多了 等他们把资料汇总一下 我送去总局 我送去吧 兵哥你熬了大半夜了 早点回去休息 没事 我顺路去总局的档案室 调个卷宗 我给你考回来不就行了 机密案件 不能抗背的 什么机密案件 我听说过嘛 平常让你做点事 没见你像听案子的时候 这么积极啊 我这也算是汲取经验嘛 是一起十年前的案子 你们应该听过吧 当年那起连环绑架案 轰动全程 受害者全是十到十五岁的孩子 不断有孩子失踪 哦 我知道 好像都是一些 成绩好 拿过什么竞赛大奖的孩子吧 在报刊杂志上出现过那种 这起案件很奇怪 至今都没有人知道 那个人绑这些孩子做什么 在绑架中 那些孩子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最后 只有两名孩子幸存 而且上面 也没再让继续查下去 这个案子就这样结案了 凶手在庭审现场 说了一句话 什么 你们杀不死我 也抓不到我 被枪决那天 他是笑着走的 这在当年引发了很大的舆论 到今天已经过了十年 也还有一小派人 认为真凶并没有落网 几匹疙瘩都起来了 好诡异啊 那 那两个幸存的孩子怎么样了 谢霖嘛 就是现在这样 至于另一个 我今天见到了 冰哥 冰哥 这就属于保密信息了 不是你能知道的 你们杀我死 第一季 第四季 你装不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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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四星 上车了 你很烦 你让我送你回去 我就不烦你了 不用 我叫老船 车辆已到达 请核查车牌号 你接的单 是啊 你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改变当司机了 这价能送你了吗 取消订单也没用 只要你叫车 我这就能抢到 算了 这位乘客 记好安全带哦 闭嘴 你平时自己不开车啊 麻烦 刚才纪警官说 你学过四年表演 那你这病 你表演的时候 边上能有搭档吗 所以我在这条路上 并没有得到任何发展 倒是坦白 还有问题吗 我完就专心开车 还有一个 之前在心理诊所 你提到过十年前 没什么 红的 你要是困就睡一会儿 我开车很稳 不会颠倒你 好 我们还是会死了 你撞不住我 小朋友 你醒了吗 感觉打你不舒服啊 说话 傻子 万一怪到我头上 我可接手机 姜母不要怕了 你已经安全了 嫌犯被我们抓起来了 这小孩你敢真硬啊 这么多人就红了两个 很邪性的 世强 你可算吓死救命 别怕别怕 现在没事了 小兔崽怎么没死呢 真是个天杀性 可父可母的 就那点复血筋还要恢复在医院 好凶啊 怎么了 让我看看 你是出现幻听了吧 想不想啊 让医生在那个箭牌下的 还是我自己的害 行了 正想笑呢 靠好这么近 看你睡得不太安稳 做噩梦了 没事 那这名乘客 您到家了 谢谢 真想谢我 嘴上说谢谢 可没什么用啊 为了号报一下 加个好友就算你谢过了 我第一次主动问人要号码 要不到的话很没面子 加上了 晚安 回去做个好吗 好久没梦到以前的事了 在医院醒来以后 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能听到在我附近出现的所有人的心声 整个世界吵得我想戳破自己的耳末 原来快乐可以是假的 悲伤可以是假的 爱也可以是假的 后来情况渐渐后转 只要不触碰到对方 就不会再听到他的心声 只要和人保持距离 减少接触 还有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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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给我们放假吧 明晚打算搞个团建庆祝一下 江羽那小子长这么大 居然没去过酒吧 你要是没事的话 一块来 提到酒吧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从认识你到现在 好像没见你喝过酒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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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别喝酒 别喝酒 我说江云 你们三好学生生活都那么无聊的吧 你不愧没喝过酒吧 啤酒算吗 夏天吃饭的时候 我喝过几次我爸的冰啤酒 你看你边上的蓝姐 她都比你猛 人喝威士忌啊 眼睛都不眨的 可能因为 我当年没凭上三好学生吧 那个 信林 李康那个事情还没来得及 好好给你道谢呢 很高兴你能来 我敬你一杯 我也没做什么 要说道谢的话 是不是还少了一个人 对啊 池青怎么没来啊 约了 他不愿意出来 说什么都不行 后来我发一大段 只回我三个字 一个标点符号 再也不回我了 是不是 吵 逗号 人多 你偷看我们聊天啊 没这个机会 猜的 我约她试试啊 我看很难 不过 你要到她微信了 这可不容易啊 我喝多了 没人临走的话 可能会被扔在街上 既然还能打字 也能自己打辆车回去 这么绝情 给你发消息 和打车 可不一样 是不一样 打车能送你回家 而我会让你躺在大街上过夜 什么 他答应了 没答应 那你笑这么开心 早点滚去大街上 还能抢个好位置 再发拉黑 看来真不行 没事 那位持姓大爷 约不出来才是常态 除非突然下场大雨 让他觉得今晚心情不错 这事才能谈一谈 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 我估计 看狗血连续剧吧 我估计 虽然我们这就是 连续少长的三十岁 但我是真的爱他 我爱他 我爱他 我最爱等他眼睛开下 我爱他 你一切一切 哈哈 我一定是连续 这是我的同事 你跟他在一起吧 让我们去做什么做人 爸 你刚才求我们 我完没完 你最好是真的 我刚才那几句是逗你的 这回是真有事 有个姑娘 举了酒瓶 打算给他劈腿的前男友开瓢 被纪警官拦住了 但是 泼了他一身酒 他想让你帮忙买件 能穿的衣服过来 他想让你帮忙买件 他想让你帮忙买件 让他等着 让他等着 哦 是那个酒宝闭队了 好像是 躲起来了吧 世青 放弃在家乡的工作 可以从夏城过来 可是他呢 他居然早就背着我跟我闺蜜在一起 衣服 再有下次 你就直接裸奔吧 谢谢大哥 辛苦你跑一趟 我去换衣服 你坐一会儿 顺便帮忙安慰安慰这姑娘 你的人生还很长 我为什么要帮忙 来都来了嘛 在停留过的景点 世青 你坐这儿吧 想喝什么 他当初爱你的时候 水 矿泉水柠檬水都行 你来酒吧就喝水 酒精过敏 我最喜欢的 洁癖 对人也过敏 对酒精也过敏 这人还挺难伺候的 微丹 给他一杯柠檬水 好的 我就是 不明白 既然做不到 为什么当初 您的柠檬水 是会喜欢我一辈子 喂 恭喜你 这个时间分手不见的是坏事 要是结婚了再分手 到时候大家都很麻烦 我好不容易哄好的 他怎么又哭了 虽然你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他一时间消化不了 算了你还是喝水吧 好吧 你刚才说我再发你就拉黑 认真的吗 你要是等不及 现在就可以 那还是不用了 这不是你默许 哎 先生 不好意思刚才给错了 那杯是清酒 你这 清酒的杯子看得太像了 怪不了我呀 工作的时候注意 酒杯这种东西能放错吗 有人不能喝酒出事谁胆 老娘以后找个人更好呢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事真的不错 吃香 怎么了很难受吗 怎么了 我来来多检查一下的 你酒精过敏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酒精过敏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 哪里难受 好丑 好丑 丑 怎么了 对了 对了 两小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小腿的男人说的是 谢谢你们 碰到她 竟然可以屏蔽那些新手 我回来了 初香 你怎么让谢霖拉着手 你还有多久忙完啊 我马上 执行不小心喝了酒过敏了 我看你挺忙的 她就给我负责了 毕竟喝了我的酒 我送她回去 我等会儿 就捕捉痕迹了 从阴安路过来进去了 能不走高架 我就不走高架了 还吵吗 会发现 有点儿 你下一句 是不是就该叫我闭嘴了 你自己知道就好 钱不好挣啊 我也是为了生活 而分道分道 我绕路不能爱我 诶 实测 我们的沿路不够远 这么顺着开不是马上到了 有条更远的我刚才怎么没发现 你不如沿着华南市从南到北绕一圈 这样能绕到天亮 我是想给你抄个劲道 竟然被发现了呀 那你就顺着这条路笔直往前开 好的 看这门是不行的 这么不好 你倒是对这一片挺熟啊 导航改了三次路线 我又不下了 哎 嘿嘿 延安路虽然不远 但是够多 我真是神奇妙宗案啊 有多少名 烦死你了 开车还不如挤地铁 但是地铁又真的很挤 他妈的前面那个傻逼 会不会开车啊 硬挤什么 他的狗男人 等老人去酒店逮到你 就把你头拧下 怎么 又难受啊 要是感觉到呼吸困难 就赶到去医院 我没事 说起来 刚才碰到洗脸的时候 又戳我 还是你喝了酒就喜欢戳人啊 你手上有东西 哪儿 看错了 看错了 哦 这个屏蔽器哪儿都好 偏偏是个活人 天哪儿 听说隔壁小区死人了 一个姑娘家家年纪还那么轻 没有 我之前还见过她 她前阵子刚到这儿 安顿下来到处看房 哎 可怜哪 上一次在剧组不小心喝了酒 时矿的状态持续了大半个月 这头楼住户太多 炒得这张菜市场 完全没办法睡觉 要是出了人命 我这房子以后别想出租出去 她昨天喝多了 这才是第一天 回来就说了 你觉不觉得彤彤长得不像吗 不行 她是什么意思 她是不是发现什么 您好 安家租房有选 我是您的租房管加州之一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找房 那请问您有什么要求 比如区域房型大小等等 人少了就行 住户越少就好 您喜欢清静一些的小区环境是吗 您现在住的小区在哪儿 如果比较熟悉现居环境的话 我们可以先在附近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方圆 海茂 廷锐 杨元 这几个都可以 好的 不过杨元今天可能看不了了 处理起命案 警察正在封闖小区 方便看房的时候 我联系你 可真是下雨了 怎么会取这么看不虚无 你真是给自己找绿帽子 吵死了 好 这个也拍一下 没有提起到任何指引 再去卫生间看一下 小季 介绍一下死者情况 死者全名杨珍珍 二十三岁 前阵子为了男朋友刚来到华南市 在洋园住了一个月 房东今天早上敲门半天没人应了 打开门发现人躺在床上 已经死了 虽然尸警报告还没出来 但尸体能看出明显被侵犯的痕迹 死者的头部 腹部 都有致命伤 初步估计死亡时间不超过六个小时 床头柜上的相框里 是他的照片 之所以今天把你们叫过来 是因为经过调查 昨天晚上你们在酒吧见过他 对吗 是 我们昨晚在酒吧 碰到他去找男朋友算账 昨天 昨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的 小兰你送他回家是几点 当时 应该接近凌晨两点 我还和他拥抱了一下 谢谢你妈 如果今天不是有你们在 我可能会更丢脸 你说得对 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 那就好 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醒来 又是新的一天 姐姐 以后有时间我能约你出来玩吗 因为那个谷前任 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也没了 当然我可以啊 以后我就是你的朋友 那说好了 两个小时 就过去两个小时 他就被人那么残忍的 好 如果昨天晚上我再等一等 晚一点走 甚至上楼陪一陪他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啊 谁也不知道会这样 别太自责 既然这个案子 兵哥让我们参与了 我们一定要把杀害他的凶手 找出来一枪责人 没错 我就是想看看 不好意思 这些人真无聊 什么证图都要凑 哎 盈睿 你看对面小区门口那个人 好像是池青啊 是的 奇怪 他怎么会主动到这么吵的地方 我过去一下 行 我和江雨现在附近走访一下 嗯 我很快就回来 池青 你怎么在这啊 天瑞小区 你不是住隔壁吗 世青 你发什么呆呢 听得到 不用喊这么大声 我想换房子 再等中间 你知道杨元出事了吧 四哲你认识 昨天晚上 我们还在酒吧里见过她 昨晚 昨晚在酒吧里失恋的那个女孩子 她叫杨真真 是入室抢劫吗 不是 这案子有点特别 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 门窗都没有被撬过 门应该是她自己给凶手开的 初步怀疑是她身边亲近且认识的人 她为了男朋友刚来到华南市 认识的人也不多 当然 还有服务人员 比如外卖员快递员这种 也是比较容易取得住户信任的人群 明睿 痴青 你好 怎么了姜元 事件报告送来了 兵哥打电话让我们回警局 好 那痴青我先去忙了 你找好房子如果要搬家可以找我 呃 如果我不太忙我应该可以帮忙吧 我会找搬家公司 忙你的去吧 行 那回头再说 实际上要搬家呀 对 说想换房子来这等中介 哎 我偶像朋友圈正好也在找人租房子呢 哎 那不是巧了 是流轮下多少漩涡 云灰谋杀尽自我 甘愿成灵活 从这无尽夜色逃脱 等 那倒数的始终 隐人不堪重横 闭上眼灵 听世界最喧嚣 最寂寥那一刻 如果下一秒坠落 暴雨黑暗的患者 鼓雪暖正高空声 所复刻声缘怎会往往 如果我的枷锁 射手成血胸口 却无法退出尊容 能否请你靠近触摸 情绪浮 而你却剩大雨彭托 一天的内心 夜天若冰身 或许我们早已交错 陰云的 消落 疼 你手心的温热 貼近不動閃爍 閉上眼鈴 聽世界最赤裸 最真實那一刻 如果 下一秒均落 暴雨黑暗的關折 骨血完整高空聲 搜封 看上遠散 會挽過 如果 我的結算 伸手 伸誰胸口 卻無法退治操容 否請你靠近 觸摸 情緒浮握 翻越過 再去著斷落 已突進 最幼暗的交測 我渡過 最漸步生坑 才看清 整世界的隱色 跳動著 是你的脈搏 告訴我 會有人讀懂我 所有 沉默 讀我 所有的沉默 如果 下一秒均落 暴雨黑暗的湧城 骨血完整高空聲 縮覆 看上遠散 會挽過 如果 我的結合 是故疲憊 東西的 固執於世界深刻 究竟你用來死身 何止於我 死者死前遭受過性侵犯以及性虐待 室內有過爭鬥痕跡 但是凶手沒有留下DNA 是 凶手很謹慎 我們正在逐一排查和死者有社會關係的人 他那個男朋友有重大嫌疑 當晚發生過爭執 並且我們今天去找他男友的時候 發現人已經連夜跑了 跑了 對 他男友叫周伯豪 在一酒吧當調酒師 兩個人以前是在康陽市打工認識的 周伯豪房租還有兩個月到期 連押金都沒向房東要 只帶走了部分醫務和身份證 聯繫不上 也查不到機票高鐵信息 對 畏罪潛逃啊 但人越是慌亂 可能越不會離開自己的心理安全範圍 躲在熟悉的地方 才能知道哪些店不需要刷身份證 哪些地方可以免費過夜 你是說他還在本市 是 很有可能 如果他沒走的話 會去不需要身份證的地方 比如網吧 棋牌室 髮廊或者是浴場 但如果說兇手是他 有一點讓我覺得奇怪 哪裡奇怪 看 照片上楊珍珍的拖鞋 公公整整擺在床側 他不像是跟人起了爭執 倒像是跟誰相擁而眠的時候 被人殺的 如果是兇手 對呀 現場這麼凌亂 兇手沒有理由 特意去擺放一雙拖鞋的位置 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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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玲 來得正好 小蘭 跟我來一下 好 楊珍珍的父母連夜趕 這是夜市報告 請你看一下吧 好 對了 謝玲 聽江羽說 你有套房子要租 是啊 你要租嗎 不是我 是池青 他想換房子 我剛才發微信問他 要不要跟你聊一下 我 還沒回過 他在哪兒啊 天瑞小區門口 在當中介呢 可能 已經跟中介看房去了 我先走了 聽我跟明哥說一聲啊 謝玲 就是我去跟房屋中介 搶客戶了 好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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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這套房子 還是很不錯的 一梯兩戶 之前房東出租過幾次 這次出租花了不少心思 客廳臥室這些家居 都是新買的 租金也還算合理 你家居是新買的 可是這牆都有划痕了呀 地板也有點問題 你這個租金不算合理吧 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這個 畢竟出租過 難免有些使用罕見 我那套就沒有 首次出租 別說家具 連地板都是全新的 除了裝修工人 沒有第二個人採過 拎包入住 你來幹什麼 我不來搶人 等著你跟他簽完約嗎 真懂你 本來也是周哥臨時 非讓我替他來的 他遇上截胡的胡 看來要白跑一趟 這樣吧先生 我幫您給房東再爭取一下 應該還有五百左右的看家空間 你能降五百 那我降一千 我 這倆人確定不是在玩我嗎 也不知道周哥到底有什麼事走開 我的戶型特點還沒被全 周邊配套也不清楚 怎麼搶我呀 執香 我那環境很好 最主要的是安靜 樓下兩戶都鋼板走 安靜 對 離這裡也就五六公里遠 人很少很清靜 去看看 那走吧 這房子正好跨過老城區 這裡是新開發的 環境好 人口密度也不大 從小區走出去啊 就是一個大公園 你看 從這裡還能看到公園的湖 風景不錯吧 確實不錯 從進來以後 基本沒聽到其他人的心聲 難道都出去了 除了房東不太令人滿意 挑不出其他毛病 行 我租了 但是第一 租金也按市場嫁走 我跟你之間談不上有錢 不需要有錢嫁 第二 對門什麼情況 對門啊 對門就住著一個人 他這個人挺有素質的 人很不錯 朝到哪兒去 那就行 什麼時候簽合同 現在 澡塔好了 填上信息就行 這麼近 現在生意不好做嘛 而且大家都忙 一步到位多好 來 你看看 也是 還可以少見他一面 筆給我 需要紙包著嗎 我戴了手套 以後請多多指教 房租我會按時轉給你 這個無所謂 對門 以後有什麼事 隨時歡迎來對門找我 隨時歡迎來對門找我 對門 那個有素質 不吵的對門 都是客觀評價 絕對沒有自吹自擂 你 落筆誤會啊 合同我就收好了 你沒說住對門的那個就是你 我要是說了你還會租嗎 不會 那不就得了 我們生意人 為了達成目的 有時候可以使一些 必要的手段 何況我也沒騙你 對門人確實不錯 遠親不如錦鄰平時也有個照影嘛 要回去搬家了嗎 我可以幫忙啊 不用 以後別抄我的門 我不需要鄰居 一個好鄰居就該像死了一樣 否則我會認真考慮退租事業 超市的東西越來越貴了 你窮死了 我最喜歡那個牌子沒有的 這家超市還挺大 媽媽 既然還有浴場 門口的裝飾都好 可不可以 你在這等我啊 媽媽去拿個洗衣粉 可是 我真的很想要那個草莓味的果凍 好高啊 做不到 給 謝謝哥哥 不用謝我了 幫你拿只是因為你太吵了 那邊發生什麼了 怎麼這麼多錢 消毒水 手燙 搬家的話還是多買點吧 雖然吳醫生讓我多接觸人 雖然吳醫生讓我多接觸人 但是神經病不算是 為了病情考慮 我最好還是別跟神經病走太近 這家浴場不用身份證 進去搜搜 等我抓到周伯豪這個火東西 他就死定死定 姬明睿 池青 江羽 你們先進去 沒查清楚之前 一個人都不要放走 我馬上過來 好 你怎麼在這啊 不是回去搬家了嗎 你怎麼知道 是我告訴季警官的 說起來我們能成為鄰居 也要謝謝他閒線的 哪裡 你租房他出租 我一聽這不是巧了嗎 沒想到真成了 金明睿 我們認識幾年了 那可太久了 從高中開始 實心的臉色 怎麼有點可怕呀 我覺得這段友情 可以到此為止 不要跑 拉住他 幹什麼 真在這啊 別跑 警察怎麼來了 警察抓人來 我我只是想跟他分手 我不是有意要殺他的 我不是有意的 讓開 怕是不行 別跑了 與其白費力氣 不如回去談談那天晚上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別攔我 別 跟我打就行 別碰到他 放開我 這位大爺有潔癖 照顧一下病人 我媽的 早知道他繞半圈往這兒跑 我擋著多好 這包行 局部只會讓你最佳一等 老實講 我 我不跑 我不跑 我自首 帶他回鎖裡 是不是前兩天的楊楊殺死你的那個 好厲害 這小子還挺能跑啊 警察專員你湊什麼熱鬧啊 這次大案子也太順利了吧 算不算四十八小時破案 世青 你沒事吧 沒事 我都怕這小子一拳揮上來 你會覺得打回去髒了手 他以前打過架嗎 有啊 人家揮拳都上來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 等會兒 我戴個手套 警察同志 我招 我都招了 我本來也沒指望過朕能逃掉 我認識珍珍的時候 對他也是真心的 但是後來有了距離 他又長期不在我身邊 我 我只是犯了全天 像男人都會犯的錯誤啊 別隨便代表我們男人 你這種應該進垃圾桶 基本告別人來犯罪 那天晚上 珍珍來找我 在酒吧鬧得很難看 經理直接讓我滾蛋 我丟了工作 雖然對他有些愧疚 但是又覺得 他怎麼能來我工作的地方鬧呢 我心裡確實埋怨他 你有很多話想跟他說 我還是有點良心呢 我後來就找他 是想跟他道個歉啊 沒有讀到他心裡有別的想法 應該說的都是實話 你有良心 真沒看出來 我看到你送他回來的 你走了以後我去找他 他雖然挺生氣的 還是開門讓我進去了 當我們沒貪圖 他情緒很不穩定 拿東西砸我 讓我滾 還說 以後不管我去哪兒工作 他都會過來鬧 讓我混不下去 我當時心裡很快 不對啊 偶像 哪裡不對 這種情況下 他就算對一個不愛了他 威脅他糾纏他的女人 起了殺心 何必選擇奸殺 他完全不滿足 這一類犯人的特徵 女朋友並沒有出軌 也沒有男性尊嚴長期 得不到滿足 他不需要靠這種殺人手段 來謀取快感 只是普通的分手糾紛 最多失手殺人 或者情緒殺人 楊珍珍是死於奸殺 你不知道 已經沒臉見我家人了 我坦白從快 希望法律能看在我 繼續主動承認錯誤的分上 說重點 我 我承認 我當時的態度也不好 我一下氣暈頭了 我本來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我沒想跟他動手的 但是他一直咄咄逼人 所以你強姦便殺害了他 我 想什麼 強姦 我 我就是推了他一下 他腦袋撞在櫃子腳上 直接暈了過去了 第二天我就聽說他 他死了 什 什麼強姦呢 我沒有強姦他啊 你說什麼 怎麼會啊 果然 我建議你們馬上讓法醫科那邊再出一個檢驗報告 確認一下死者頭部受到過的撞擊是不是致命傷 他後來有沒有恢復過意識 周伯好的新生說過 他不是故意的 那惡意奸殺了楊鎮鎮的人 會是誰呢 沒有東西 我當年是鬼迷心俏的老天鎮選了他 但我在家裡排不起頭 看你是老闆的女兒再去 我根據你這大型的脾氣 誰能承認呢 這裡雖然比之前住的地方好一些 但還是吵 哥哥我支持你的事業來了 幹嗎 快謝了 謝玲 幹嗎 紀警官讓我幫忙把上次你借他的衣服還給 還沒睡吧 指星 指星 聽得見嗎 說話 你喝酒了 還好我們家顏值過硬 要不看在錢的紙上 指星開門 怕你出事起來開門 我就看一眼 送完衣服就走 一眼 你要我願意我多看截眼也行 看過了 再見 等會兒 你不舒服 吵 吵 吵 樓上可能在裝東西 等會兒我上去看看 補上耳朵會不會好一點 你別 抱歉 我忘了你節癖 沒事 是 吃過感冒藥了嗎 還餓 根本就沒倒水 包裝都沒拆你吃哪門子藥啊 過期了 滿屋子消毒水的味 你消毒水經轉世嗎你 你到底想說什麼 等著啊門先別關 要不是過期了嗎 我去看看我那兒有沒有 好像 碰到他以後的機密效果還有延長作用 好清靜啊 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啊 我這最近怎麼老鬼個碎碎的 一點兒都不溫柔婷婷 比起莉莉太晚了 你居然解決我 不要鄉裡有好幾種感冒藥 你是熱感 我看一下 你是 病糊塗了才會故意碰我的手嗎 是 是 感冒藥多少錢 我把費用轉給你 我這些藥可挺貴的 不能讓你白占便宜 改天請我吃飯 時間你定我都可以 還有 病情如果沒緩解 記得去看醫生 我後續確實該看醫生了 Juan 那是 你喜歡很多人 小營 尺姓 你的意思是 出现了没那么排斥他人触碰的情况 昨天那个人过来送药 我发现的 那个人 只是对某一个人吗 不能确认 根据这段时间 你心理咨询时我做了观察 你对触碰他人所产生的排斥 可能不是针对触碰本身 而是由触碰带来的某些负面印象 现在既然有了例外 我建议可以找身边的其他人试试 看看是真的不排斥了 还是仅仅只针对那个人 这样吗 对 如果只针对那个人 就可以多与他接触 执香 开门 谢谢你 吴医生 我们下次再聊 好 拜拜 这么早 今天休息 我妈包了些水饺让我给你送过来 你搬过来这么几天啊 本来我应该早点来看看你的 最近太忙了 等我忙完这阵 找你吃顿搬家饭 在这开个火 饺子放到冷冻那一层 只有一部分 咱们直接煮了当午饭呗 杨真真那个案子 排除了周博豪这个嫌疑然后 原先的猜测全都推了 简直成立场迷案 到底是哪个赖乌影的 去无踪的变态感 知青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这样很吓人 你过来 你站那么远干什么 远吗 这不是我们这些年养成的标准距离吗 大哥 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你别动 又怎么了 你 你拍我干嘛 这不是反常两个字可以解释的了 我怀疑他今天是疯了 这是心理医生给的建议 一种治疗方案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作用吗 感觉有点恶心 你可以走了 替我谢谢阿姨的水饺 我去洗个手 啊 哎 兄弟一场 恶心这个词用的有点过分了 不是这饺子我还没吃呢 你拧我走 好像真的只有谢灵是个离婚 喂 小兰 我在世青这里 怎么了 你说什么啊 好 我马上回去了 世青 我真得走了 怎么了 在天锐小区又发现了一具独居女子的尸体 可能和杨真真案有联系 各位领导好 我是永安派出所的所长吴志斌 关于天锐小区新发生的雄杀案 可能和之前我负责的一起 杨元独居女子遇害案有关 所以由我们所来做一下案件说明 如果有什么 行了 志斌 在座的都是老战友 那些官话套话的不需要 直接说案情 行 晓岚 江宇 跟圆居他们说一下情况 是 今天上午八点十分 在天锐小区找到一具女尸 死者名叫薛梅 是外来打工人员 独自一任租房 年龄二十三岁 是昨天夜里死的 不 死了一个月了 人被冻在冰箱里 房东从上个月开始联系他交房租 怎么错也没反应 今天带人上门 打算把他的东西都清理出去 好找下一名租客 结果一打开冰箱 就看到了那个女孩子的尸体 中介呢 联系了吗 房东说当初为了省中介费 她和薛梅是直接签合同 没有第三方 这是当初他们签的租房合同 据房东说 薛梅好像在化妆品专柜上班 平时很会打扮 每天早出晚归的 这个案子和之前洋远小区的 杨真真被杀一案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受害者死前都遭受过性侵 都是外来打工的独居女子 在本市没有其他认识的人 凶手很谨慎 现场和监控都没有留下线索 什么叫凶手没留下线索啊 两起案件 案发地点离得这么近 犯罪地点和凶手的生活点之间 不可能没有观念性 让你们排查 你们都查了些什么玩意儿 志斌啊 这次你带的队 这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情况比我们一开始想象的要复杂 犯罪现场太干净了 凶手很可能不是第一次犯案 我们正在调其他事的相关案件 被害人数可能不止两个 阮局 我想让谢灵回来 这些年 和她一直还在联系 是 阮局 绑架案已经过去十年了 刑犯都有释放的一天 仅凭一份心理评估报告 十年观察期还不够吗 他就是再危险 这十年里 也没做出过任何生天害理的事 您还记得谢峰吗 我怎么会忘记谢峰 我怎么会忘记谢峰 却流轮下多少漩涡 云回谋杀尽此自我 甘愿成灵魂 从这无尽夜色逃脱 等那倒数的始终 隐人不堪重痕 闭上眼灵 听世界最喧嚣 最寂寥 那一刻 如果下一秒坠落 暴雨黑暗的幻者 骨血浪漫长高空声 所复刻声缘曾会往往 如果我的枷锁 伸手成血胸口 却无法对着纵容 放弃你靠近触摸 情绪浮 而你却想大雨滂沱 雨天让冰山下领寞 或许我们早已交错 留下冬天一下 Goo Rabbit energy 静起沫散 水泰尺 被买毫 淀一期尾 故只能圆住 这啰 Warm 如果下一秒均落 暴雨黑暗的关城 骨血弯成高空声 送风看上原色会挽过 如果我的结束 是手深水中够 却无法对止纵容 放轻你靠近触摸 情绪浮浪 翻越过最拒绝段落 也拖进自由暗的角色 我渡过最简薄深刻 才看清这世界的音色 跳动着是你的脉搏 告诉我会有人读懂我所有沉默 读我所有的沉默 如果下一秒均落 暴雨黑暗的涌城 骨血弯成高空声 送风看深渊散会还我 如果我的脚痕 是不疲惫东西的 固执与世界深刻 就请你用泪似身合 我找到沉默 4月义的海岸 这 conveyance next day Cocaine 钉上还是内心合